那问一下苏星 也因为美国的疫情的恶化 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全面重挫 现在看起来 很多这个股民都发现 可能还没得到这个武汉肺炎 先发生股灾 那到底哪一边灾情惨重 还很难说 真的 其实到底会病死还是会饿死 现在还很难确定 还是赔死 真的还很难确定 因为光是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 你就看很多的大公司 纷纷就要求 其实你就干脆在家上班好了 包括脸书 包括Amazon这些 全部都说 大家就在家上班好了 可是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除了企业自主化的 在家上班之后 美国有没有可能 步上封城的后城呢 他们一些相关的 公位的高层 其实有说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不会像武汉或者是 意大利那样的严格限制 可是未来针对一些 高病例扩散的社区 有可能会希望他们拉长 他们的社交距离 也就是说 可能是另外一个形态的 限制移动管制 希望能够避免说 他快速的把病毒扩散到 其他地方去 也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排除 未来可能最特别的地区 或社区或一些部分 做一些移动管制 所以这是可能的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说 因为他们也注意到 这一波最主要的感染者 跟风险族群是这些 长者有慢性病的 在长照中心的 所以他们特别是 你看紫禱行业就要完蛋 第一个他说 建议这些老人家们呢 在出门前请三思 尽量不要长途飞行 并且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搭邮轮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各州都有邮轮的灾情 不只是公主号 就在欧美国家 很多老人喜欢邮轮 喜欢邮轮 他们退休之后 就会去坐邮轮 然后这次现在头痛的 他不只是这个 这个至尊公主号 比如说在和华州 那些病人是哪里来 是在埃及坐河轮回来的 他们有一群人 就是去埃及旅游 坐了河轮之后 回去又发现说生病了 所以他就想说 这些到处都是邮轮 现在的很多地方 都有没有办法靠岸了 所以他们说 不管如何 请你们开始注意 你们不要任意移动了 可是接下来 就是一样要面对 这些如果真的病毒 入侵他们这些长照机构 造成他们的医疗崩盘之后 会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之前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在讨论说 你有想过为什么伊朗 除了说他的死亡率高之外 他们高官的染病率 为什么这么高 那后面有一个说法 是说是这样 因为他们就是医疗系统 是相对缺乏 是相对比较有钱人 才能得到的资源 所以这些高官可能呢 大家同样染病的情况之下呢 民众可能没有什么办法 进到医院去 反而这些比较高层的人 他们可以透过关系 或什么进了医院 可是医院已经崩派 所以医院变成是另外一个 感染的处所 医院变成毒窟 所以结果就是所有的高层 都一一染病 然后就中标 所以接下来如果一旦 造成一些医院的院内 扩散 或者长照中心的扩散 那个美国的悲剧 它的惨剧 才是真正要开始 那美国内部事实上也发现 它盘点了很多医疗物资 不大够 第一个叫做口罩不够 所以他们跟亚洲国家不一样 亚洲国家事实上 现在大家看 只要是人口密集度比较高的城市的话 几乎人人戴口罩 尤其是比方大众捷运地铁 可是我昨天看到美国的媒体拍纽约地铁 纽约地铁在上下班时间 或者平常的交通巅峰时间 也是人潮很多的 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在戴口罩 那口罩本身都可以 某种程度的稍微降低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感染率跟传染率 但是他们并没有鼓励 他们的健康人戴口罩 我想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可能是口罩不够 第一 连他们的医疗人员 都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口罩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们应该说健康人是不用戴口罩 健康人只要洗手 重点是要帮他们的医疗人员 筹措到足够的口罩 所以现在他们政府正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之前想要向3M搬回去 做四条线回去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连口罩都不够 而且口罩已经俨然能成为 各国政府之间的物资争夺战 最近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瑞士他们订的口罩 被德国拦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对口罩 都还蛮在意的 德国也禁止出口口罩 也禁止出口了 然后意大利呢 它是重灾区嘛 它现在是紧急对外 要订2200万个外科口罩 但是这个节骨眼定 真的什么时候才拿到 真的不知道 而像包括日本或韩国 现在他们都是 韩国也开始要给民众口罩 而且比照我们嘛 也是实名制止 他们用的是什么 出生年处 最后一码嘛 1234567890嘛 来去所以全球的第一波物资的需求 是口罩之战 可是口罩是最基本而已 刚才提到美国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已经有一线的医护人员说 我个人的防护都不够了 你要叫我进去那个区 这样不是我要冒险进去吗 这对我来讲太风险了 所以第二波是 其他的个人医疗防护用具 到底什么时候能补足 因为接下来如果说 就他们的五角大厦说的 30天之内 可能会达到一个 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之下 他们必须应战 应战没有武器 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